大家好,今天来做金沙奶黄西米月饼 下个月就是中秋节 除了传统的港式月饼 今年我还试了另外一款月饼 大家有没有吃过西米月饼呢? 金沙奶黄咸的材料 首先将牛油放入微波炉叮它 叮到溶化 咸蛋黄用米酒去腥 中大火蒸8分钟 然后就过西 如果喜欢金沙奶黄咸 吃起来有些咸蛋黄碎的话 可以稍微压碎它 来代替过西的 这些是低筋面粉 粟粉 白糖 将这些干性材料先搅匀 再加入鸡蛋 牛奶 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 最后就加上牛油 然后将它们过西 放入饼材料 加入过西饼杆环 煮至小火加热 一定要不停地翻炒 直至吐屯为止 炒到这样就可以关火了 这个就是金沙奶黄馅 这里有些西米白糖 刚刚煮滚的水 搅拌均匀 然后静至20分钟 加粟粉 炖粉 搅拌至成为不黏手的粉团 如果还是黏手的话 可以尽量加粟粉 搅拌完之后就静至15分钟 之后可以捏一捏腿 搓成长条形 一粒西米皮 就大概25克 将它搓圆 压扁 金沙奶黄馅 我已经分好了 每一粒是25克 西米皮和奶黄馅的比例是1比1 这个比例是刚好 这个比例是刚好 皮不会太薄 之余 又可以包得完 那些馅 用西米皮 包着奶黄馅 然后搓圆 它 表面蘸一点粟粉 我用的是50克的月饼帽 里面蘸一点粟粉 将刚才的月饼团搓小一点 月饼帽放在上面 用力压几下 大火蒸20分钟 正形不透亮的西米皮 加上淡黄色的金沙奶黄馅 非常之友人 在黑色的碟上 金沙奶黄西米月饼 就好像月亮那样 那么明亮 西米皮大牙 金沙奶黄馅充满奶香 细细品尝之下 还慢慢散发着迷人的咸香 很有层次 如果今年想来些新意识 不妨试下这款 金沙奶黄西米月饼 进行到340分钟 欢迎认O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